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双方互看不顺眼 矛盾由来已久 我们的民乐女主陈晶同学 正敲着扬琴 拉着男闺蜜游汁 给同学陪练唢呐名曲白鸟嘲讽 这事外面走廊里 发生了民族乐学生 与徐阳乐学生大乱斗 原来一位拉大提琴的学生 在天球偶遇一位拉二胡的乞讨者 发文嘲笑民乐学生 引来民乐学生的反击 双方一来二却引发了混战 游汁护着看热闹的女主小陈往回走 却被人流冲到了西洋乐区的钢琴房 小陈当时便被里面练琴的诗歌吸引了 无论外面如何惊天动地 诗歌依然优雅 专注地练琴 丝毫不受影响 小陈情不自禁地败走在诗歌的琴声之下 经过这次事件之后 学校用一道铁诈喽 将民族乐器区与西洋乐区彻底隔离 游汁与小陈在琴房里 悄悄用饮水机顺火锅吃 游汁边吃边劝小陈 放弃对诗歌不切实际的爱情 恰巧碰上老师来检查 尽管二人做了诸多演示 还是被老师识破抓了个正招 还在西洋乐的表征大会上被点名批评 西洋乐的同学 因为演出需要一个钢琴翻譜员 来民族乐招募 其他人均对他们的傲慢态度嗤之以鼻 没有小陈被爱情冲魂头脑 一听是给诗歌翻譜 立马积极享用 演出中小陈被诗歌的英俊帅气吸引 幻想自己有朝一日 也能演出给诗歌看 沉迷在自己的幻想之中无法自拔 险些忘记翻譜 表演结束后 小陈向诗歌表白 却遭到诗歌的冷嘲热讽 还讥讽阳琴不是乐器 小陈备受打击 在琴房中向油汁大吐苦水 经过好闺蜜油汁的美食与歌曲鼓励 小陈痛下决心要在舞台上得到诗歌的认可 小陈向学校申请加入校民乐队 却被告知校民乐队一周前已被解散 学校的重点现在在西洋交响乐队 既然校乐队无望 他们只能另谋出路 在一顿卷发瓣烤肉美食的激发后 小陈与油汁决定自己组建乐队 尽管二人全力宣传招募 但依然没有一人愿意加入 大家都以补习或打工为借口 拒绝了乐队的邀请 油汁向小陈推荐了传说中的二次元502诉说 四个都是学民乐的女生 又有时间再活摄不过了 经过油汁一阵科普交易之后 小陈来到502诉说 见到了沉迷游戏的贝贝 塔塔 不爱说话的英仔 以及他们的老大卷发姐 然而他们对小陈的乐队并不感兴趣 于是小陈用每周一个手办向诱惑 让他们加入了乐队 经过小陈一封天马行空的想象和探讨后 大家决定为乐队起名为2.5次元 四个二次元精英 带着两个三次元的小陈和油汁 对名起好后却被练习场地翻了难 因为学校不批准他们的乐队 因而他们不能使用学校的练习厅 去公园练习又撞上了广场我大妈们抢地盘 最后还是在油汁的私人攻势加条件诱惑下 才求得门卫大爷同意每晚放学后 使用排练厅一小时 油汁惊讶于小陈开出的每周一个手办的要求 小陈却丝毫不以为意 因为他根本不了解手办的行情 看了手办练阶后的小陈被高昂的价格吓傻了 可此时想退出也来不及了 502收得了小陈的学生证 若不对线承诺 他们就会在师傅招领栏公布 小陈的学生证是在男厕所找到的 当晚排练 大家又会选曲的翻了难 进来明月合作曲越来越少 小陈选的阳琴曲 其他人都不会 练习的话需要很长时间 手办那么贵时间耗不起 小陈只得选了人人都会的春节续曲 嗯 谈得真不错 转天小陈和油渣路过鹰仔教室门口 看见西洋月同学 正拿鹰仔的日接大声宣读嘲笑道 小陈与油渣挺身而出 以折断他们的勤行相威胁 最终为鹰仔讨回了公道 卷发姐听到消息赶来时 恰好与夺门而出的西洋月坏同学 撞了个满怀 小陈这才都知 应该是因为经常遭受这样的霸凌 才不爱说话 小陈豪迈的表示 以后遇到这种事 崩通交给他处理 当他们准备离开时 油渣捡到了网络红人 千指大人的戒指 原来短发姐就是 网络上大伙的古中红人 千指大人 相较于油渣的激动 小陈的膜拜 其他人人对三指的身份 早就明了 小陈在看过千指的视频后 也被他的记忆着服 要求加入 曲子练习 并自信 自己的专业 可以跟得上千指的手术 油渣作为千指大人的粉丝 对他演奏的曲目 如数加珍 竟然也是一个 二次元历史贷难 然而这一切 并没有打动千指 千指为了演绎好 这些古风歌曲 中国通室 足足读了好几遍 贝贝 塔塔努力练习古文 就为有朝一日 能给千指填词 英仔在研究乐器史上 成绩也是可圈可点 这几个二次元女孩 在自己喜欢的民乐 与二次元上的努力与执着 不是闺蜜俩简单几句话 就能动摇的 但是被拒绝的二人并没有气馁 开始了恶补之路 不管是枯头的历史书 还是无厘头漫画通通拿来 终于能在他们合作的时候 也能对曲子的来历 与初初新手拈来 然而小陈却华丽丽的跑掉了 正死这流年 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 大家渐渐配合得越发默契 恰逢千者受邀去漫展演出 便邀游渣和小陈一起 以乐队的形式参加 游渣血不自胜 欢呼雀跃 小陈却连漫展为何物都不知 当小陈和游渣 穿着明月表演服来的漫展时 与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 第一次参加漫展的小陈 被这里的新奇吸引 玩得不亦乐乎 人气火爆女团之后 就是他们的表演了 可即便主持人 记住了古方教主 千者大人的名号 观众仍看到民族乐器后 纷纷离去 一脸嫌弃 台下仅剩寥寥几个千者铁粉 比雨歌还惨 但是随着高昂接听的音乐响起 会场里的其他人立即被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 加入到观众群中 被音乐所感染 不由自主加入到其中 引爆全场 演出结束后 观众纷纷上前询问 小陈的乐器为何物 想要学习 这段表演被放到了网上 不仅吸引路人大量传播 还被学校里的同学纷纷效仿 小陈与尤真在课堂上看视频时 得意忘形被老师罚站 经过此意 小陈决定 颤热打铁向诗歌表白 尤真劝小陈冷静 毕竟贝贝塔塔的傻甜漫画 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的 经过贝贝塔塔的一份设计 小陈正在心形蜡烛圈内 再次向琴房里的诗歌表白 油渣幽怨的躲在一旁 看着心爱的女孩和别人告白 然而诗歌一心想出国 无心恋爱 言语中透露着对明月的嫌弃 围观的明月声 纷纷表示不服 夕阳月声 毫不示弱的反击 双方剑拔弩张 这边要保护师妹 那边力挺诗歌 眼看双方又要动手 诗歌抢下路人手里的杯子 想浇灭蜡烛 没想到杯子里 装的却是擦浅的松节油 瞬间火苗高涨 被困其中的小车手足无措 幸好油渣提着灭火器赶到 油渣质问时光 你凭什么瞧不起 存在了四百多年的阳琴 凭什么瞧不起这个女孩 凭什么在没有听过明月的声音前 没有了解明月历史 就断定明月图 为什么不能骄傲的向世人展示 中国明月的魅力 等你们出国了 难道不想告诉外国人 我们的音乐也超厉害的 学习你们的喜乐 只是因为喜欢 而不是中国美影 一分慷慨沉字后 小车感激的看着这个 一直陪在自己身边的大男孩 向师哥表示 自己的十七岁 过得一定比他精彩 转眼到了放暑假的时间 小车一道承诺 来到排练厅 将手办一一递给同伴 并表示要解散乐队 毕竟当初组建乐队 是为了得到师哥的认可 现在他证明了自己 F字也得到了手办 现在两眼都没了 还凑在一起干嘛 但千职表示 自己不是为了手办 而是喜欢古装才参加乐队的 对小车这样诚心 随意的态度十分生气 认为小车不尊重明月 质问小车 不喜欢杨琴干嘛学了十几年 小车认为千职漫画看多了 想靠他们这几人振兴明月 根本不现实 连游车的家人 都打算送游车出国 千职生气的 扔下小车的学生证 留下手办离开了 另外三个妹子见状 也留下手办 相继离开了这里 502的四人 怀揣着对明月未来的担忧 整个暑假 还要面对家人们的不解 每个人都过得绝不维艰 小车也与妈妈谈心 表示自己不想学杨琴了 而妈妈却平静地对小车说 要他自己和杨琴谈一谈 毕竟小车是被杨琴指引着 来到这个世界上 又陪伴了他十一年 他们之间的缘分 不是妈妈这个外人决定的 小车听过妈妈的话 回忆着和杨琴的点点滴滴 再次拿起了勤竹 暑假转瞬即逝 开学典礼上 校长宣布了两件事 一是由西洋乐代表学校 参加教育部 组织的少儿普及音乐会 二是学校因为没有声援 将不再招收民乐学生 千专俱力力争 这样做 只能让学民乐的人越来越少 自己这学期 回报名参加音乐会 宣传民乐 但学校表示 不接受个人表演 打算拒绝他的要求 小车立马起身表示 我们有乐队 老师却也明月从未排练过 没有实力唯由拒绝他们 自然离开了礼堂 西洋乐学生 也奚落明月生 明月生反讽西洋乐学生 崇洋媚外 双方险些动手 由之提议 大家用乐器一绝高下 让音乐来订书游 西洋乐学生 趁机加码 要求输的一方 去天桥卖艺 于是明月生 给西洋乐下了阵输 将比赛日 定在了领导视察那天 视察当天 视察领导陈老师 如月而至 隔着铁门 牵着以一圈 古争版广灵散 拉开了中期 双方斗琴的序幕 对方又竖琴 回定了一曲 阿拉伯风华力曲 随后双方掉野风飞舞 展开机制的厮杀 所有学生 拿着乐器 加油的混战中 双方已争我抢 几个回合互不相让 难分高下 这次明月用锁那名曲 白鸟嘲讽 打乱了西洋乐的节奏 将明月带入 最后一个章节 锁定了圣局 这样的那句话 锁那一出 谁与争锋 陈老师情不自禁的 鼓起了掌 要校方拆除 隔在中西岳之间的铁牢 这次憨战 令学校领导大为光火 集体口头警告一次 但明月生 借此证明了自己 与输调比赛的西岳生 做了个交易 欢天血地 投入到了新的训练中 然而他们发现 现有乐器中 少了一项重要乐器 编钟 这种大型乐器 实在不好找 正在大家无计可施 准备用其他乐器代替时 奔房大爷 带他们来到餐库 找到了二十多年前收回后 就一直沉湿的编钟 之后大家废寝望时地 投入到牌链中 前者还向动漫展的朋友们 发了召唤函 并自己设计演出符 为这次表演 做了冲突的准备 回家的公交上 由这伸手 撑住了正在打赌的小陈 这一幕 被乐队的其他成员看到 用二次元特有的手势 祝福着 青涩朦朦的感情 渐渐溢满了心肩 演出当日 西岳学生 用自己的同行证 帮助民乐生进入表演馆 以此来代替去天球卖艺 师哥也牵手将秦竹 交到小陈手中 对他说加油 勾游钟声响起 明月一一亮相 一曲河头烛热 配合上3D动漫落天一视觉效果 瞬间引爆全场 演出结束后 全场掌声持续了好久 明月赢得了对手的掌声 与所有人的尊重 终于为自己证明了 演出结束后 游侦带小陈来公园看萤火虫 只因小陈说过喜欢 游侦表示 会尽一切努力 给小陈所有喜欢的东西 此时小陈他意识到 原来那个最懂自己 最真实自己的人 一直在他身边默默守护着他 只是自己没有发现 今天没有萤火虫 游侦很失望 小陈却说 我们以后还有好多好多个夏天呢 这时二人却惊喜地看到 无数只小亮点 闪耀着光芒 像他俩一样 从草丛中冒了出来 又是一个开学日 六人左坐在门口 吃着西瓜 看着一批批来报到的学生 其中就有上次来视察的领导 陈老师的女儿 门外又走来几位刚入校的明月学生 演人设几个人的翻版 闪光少女是一部难得的国产家作 片中好几个片段都令宇哥泪目 我们都有过青春 有过爱好与梦想 宇哥上学时也曾痴迷于篮球与写作 我也一直很喜欢那些传统文化艺术 但从没想过用自己的双手去传承中华文化 如宇哥最早做过的唢纳题材视频 白鸟抽缝 如今很多传统艺术都在面临着后继无人 濒临失传的境地 本片将二次元与传统乐器相结合 用这种方式登台表演 取得了很不错的效果 令电视界前的观众拍手叫绝 将二次元与传统乐器结合的方式 是否合适还值得商榷 但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引发我们的思考 或许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没人愿意学 只是缺少好的创新与表演方式 当然宇哥不同意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改得面目全非 但若能找到既能保留原汁原味传统文化的同时 又能兼顾创新 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传承与发扬方式 当然有些事情还需要时间与时间的证明 这只是我做一个外行人的浅见 但我真心希望 每一个坚持的人都能收获到成功 与别人的认同 期待每一个有梦想 坚守着自己热爱事业的我们 都能像引火虫一样 又闪闪发光的那天 喜欢宇哥的视频 别忘关注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 公众号里有更多精彩的游泳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